我接著就講澳洲的鐵礦石這個問題 都給大家看一看圖 首先看一看澳洲總理Scott Morrison 樣子就滿肚物圈 他當然有多事情想 現在中澳的戰略經濟活動無限期停了 5月6日到現在都兩個星期 澳洲有什麼可以回應呢? 他們的貿易部長丹特罕說寫了信給中國 要求會談 四個月以來中國都沒有回覆他 當然不回覆你 現在我又不買你紅酒 又不買你的龍蝦 煤炭又買少了 另外還有什麼? 大蜜又買少了 好了 澳洲一直都說我不怕你 我派戰納打你 真的會參與 如果你是台海 當然 他說有一個自認 有一個第一名的板斧 就是鐵礦石 因為大部分八成幾個鐵礦石 都是出口去中國 而中國不買又不行 因為鐵礦石是多 中國需求是大 變成了中國有很大成份的鐵礦石 的確是要依賴澳洲的 我們看看鐵礦石的圖 依賴澳洲 鐵礦石的價格 澳洲也不知道是坐地起價 還是城西而加價 還是什麼 你看到去年五月鐵礦石的價格 82元美金一噸 升到今年最高是230多元以上 澳洲立即出來說 聯邦資源部長 海斯皮德說 我們現在的鐵礦石就這麼高 這麼高價 升到230多元 我們會在2020和2021的財政年度 將會由中國賺取1,360億澳洲紙 折合6,800億人民幣 我們只靠賣鐵礦石給中國 一年都賺6,000多億人 可以肯定幫助澳洲經濟復甦 你就不要買我們的紅酒、龍蝦其他東西 鐵礦石也要靠我們 你一定要買的 是不是? 真的嗎? 真的要買你嗎? 未必 這個世界 中方有些回應 其實看回原因 為什麼鐵礦石會升 第一 中國的需求是大 第二 通貨膨脹 美國狂印銀子通貨膨脹 所有資源股都會升到百分 石油也會升到百分 黃金最近升到百分 美金下跌 所以令到這些 這些市場也會漲價嗎? 對 沒錯 你美金不值錢 不相信你美金 你資源就上了 什麼爛銅爛鐵都上了 鋁、銅全部都上了 一上的時候 引來投機者 這就是想說 這是第三個原因 第一 需求 第二 通脹 第三 投機 鐵礦石價 80元 到220元 中國有什麼做呢? 做了什麼呢? 中國鋼鐵協會 首先第一 你投機炒賣吧 好 我將大連商品 上海商品市場 鄭州交易所 炒賣 金屬、銅鐵的保證金提升 就是保證金 你想炒賣這些合約 多給保證金 第二 限制交易上限 然後 就約一些唐山和上海的鋼鐵企業去談 談什麼呢? 第一 要他們減排 限產 減少排放 限制產量 接著 中國就要入口 廢鋼 廢鋼 入口廢鋼 就是recycle 循環再用 所以就可以減少鐵鋼石需求 除此之外 增加貨源 去其他國家買鐵鋼 不一定要買 一定買到澳洲 例如非洲 非洲也有很多鐵鋼石 是的 變成這幾個 因素 掃管齊下 鐵鋼石 由283 跌到 曾經接近200 210 但是 業內人士認為 鐵礦石的高峰 到了 升到這裡 應該不會再升 甚至乎有人估計 明年三月 大約大半年之後 鐵礦石的價格 因為中國這幾個行動 會跌回55元一噸 我覺得是否過分樂觀了 我聽說 可能會逼美國加息 現在美國的錢太便宜了 加息之後 這個瀑布沒有了 鐵礦石的價格應該會跌 否則如果不是的話 你輸出通脹給美國 因為美國不要鐵礦石 因為需要中國出口的降跌 你中國說它又在這裡 加價又在這裡膨脹 等於輸入了 這個通脹給美國 所以美國可能會加息 這個瀑布玩完 應該 加息就看很多因素 因為始終你 看回通脹 要收回一些錢 是不是這麼長期 都是在這個位置 短期來說 通脹數字 剛剛CPI是4.2% 是高了的 要再看看 看多一兩個月 是不是短期 因為之前爆威爾一直都說是短期 再看看 因為事實上 如果一說到加息 收水 縮了 不僅是這些優惠 港幣不行 整個股市都不行 到時候會大調整 我想美國也是不想的 好了 說完鐵礦石這件事件 先說一下香港的開心事 香港有什麼開心事 又給大家看一幅圖 我們很熟悉的 都是中大的黃禎導演 黃禎導演應該是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不是 Thomas 你那個年代 你應該認識他 他是不是讀社會 我記得 不是不是 讀歷史 讀歷史 我真的認識他 我真的認識他 我小時候讀習過 我也是培政同學 是呀 黃禎那時候訪問過他 他分享過 他讀中大的時候 是經常去補習 補好多份 你竟然是 你竟然是曾經去學生 是啊 我也是讀培政 OK 他在讀培政 OK 黃禎導演近來有什麼好消息 跟大家說 原來他拍了一個香港動作片 關於罪犯的 叫做追虎擒龍 追虎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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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地影院上線 在5月1日開始播 短短的兩三個星期 就已經的票房去到2億了 相當不錯的一個結果 似乎我們有很多戲要看 《你好,你換英》 《而崖之上》 現在有多一套叫追虎擒龍 我們都要排隊去戲院看 這三套戲 黃禎導演 他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 一向都是對反修理事件出現的暴徒 是露斥的 露斥那些港獨分子和暴徒 他說得很有趣 他說 不管怎麽說 我也是和劇本 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人 那些反中亂國分子的劇本 我一眼就能看穿 我不願意去做縮頭烏龜 他以一個資深的導演編劇的身份來看 其實《反修理運動》 這個劇本早就看穿了 Thomas 這個也是 我們都喜歡 讀書的時候 我們都喜歡看舞台劇 喜歡看電影 所以我們都對黃禎這個師兄 都很仰慕 我們書院後來有些講座都請他回來做嘉賓 都很喜歡聽他說話 他現在就 自從反修理事件之後 基本上他都很早站出來 在愛國者的身份 反對暴力 反對攬炒 黃禎就認為 這些聯港分子 只不過是一群膽小狂徒 在仕著有一點人數多的時候 才夠膽出來叫囂 的一些所謂業餘黑社會 我之前說過 什麼叫巨嬰 巨嬰其中的特質 特質就是 一個人的時候不敢出聲 要一群人一起 要共生 他才可以一起湧出來 才夠膽去做事 這些就是這樣 仕著人多 才會做事 手法就像業餘黑社會 黃禎這樣形容 當他們遇上勢軍力敵的對手 他們的退縮 就比誰都要怕 比誰都要快 真的說得很對 一有事 誰先走 羅冠聰先走 許智峰先走 走得比你快 十二門道也走 不過走不掉 真的說得很對 我想說說一點 其實香港的暴亂 動亂、社會根源 其實是有它的原因 香港社會的資源分配 各方面是不公平的 有這樣的基礎 就自然有人造理世界 這個大家可想而知 有台灣牌的話 美國或者西方國家 都想做出一張香港牌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他們經營了很久 由傳媒 由教師機構 由大學的學生 做了很多深入工作 所以內地定性 香港這次動亂 以為延續了這麼多年的動亂 其實是一個顏色革命 沒錯 所以黃禎補充一句 他說 如果這些烏合之眾 我都要害怕 我豈不是白活一場 如果這樣都沒有人敢站出來反擊 我們香港豈不是輸給在背後操縱的外國勢力嗎 這就是黃禎導演 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覺得非常對 他一看 就看到劇本 是怎樣 誰策劃 誰寫這個劇本 整件事 反修例 運動 攬炒 怎樣部署 部署了幾多年 有什麼機構團體參與 有什麼外國勢力 有什麼資金支持 這個劇本完全看透了 今時今日的結果 他也看得很穿 知道這些烏合之眾 是不可以得逞的 當有事的時候 就說 我經常說 有暴動我先推你出去 有事我先走 Thomas有什麼補充 我們今天差不多時間了 你還有什麼說 往者不開間 來者由我追 過去的事 我想已經過去了 不過就是 未來的教育 國情教育 國安教育 這些事情需要重視 如何令到我們這一班 年輕一代 真是知道 什麼叫國家 什麼叫國家的安全 什麼叫國家的國情 我想這需要很多功夫 去做 是啊 大家各方 各個持份者 繼續努力 香港未來一定會好的